月丫头啊 这两个是 我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 哎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 哎呦 我怎么就是没想到呢 原来你是小木儿的母亲 这个小家伙呢 他叫什么呀 为什么以前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存在呀 你是龙千木的爷爷 那你也就是我的爷爷了 你好啊 爷爷 我叫月小叶 是我娘亲的儿子 也是龙千木的双生弟弟 至于为什么你没有见过我 那是因为从小 我是跟娘亲一起生活的 哎呦 臭丫头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也没问啊 臭丫头 都怪你 我原来以为啊 从今以后 我有三个孙子了 结果忽然就变成了两个 我不管啊 你必须再陪我一个孙子 爷爷 娘亲才不会再给你生孙子的 为什么呀 因为娘亲要给我生妹妹 妹妹 孙 孙女 孙女也行啊 这也不错啊 等我儿子回来啊 你们赶紧去去去再生一个去 走走走 小丫头 赶紧随我去龙典 这龙学院待着有什么意义呢 老龙主 莫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什么约定 我怎么不记得呀 当初您说过 不得凭借任何力量 走快捷径 只能靠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前行 所以 我现在 不能跟您去龙典 哎呀 我这是 把我自己 坑进去了吗 是的 娘亲去哪 我就去哪 拜拜